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十足木红彩病毒 最近入侵全台各县市的养虾场 让不少业者感到担心 台南市长黄伟哲 20号下午也前往养虾场 去了解各项防疫工作 并且誓言要守护台南知名小吃虾仁饭 此话一出虾仁饭业者赶快跳出来澄清 说他们用的是野生捕捞的火烧虾 而不是养殖的白虾 市长听到了业者澄清后 也说明他的目的是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疫情 不要轻忽 说到美食之都台南 大家都会想到 大火快炒虾仁和葱段调味后 经过一会儿时间 就能成盘铺在香喷喷的米饭上 一碗虾仁饭就这样完成上桌了 不过日前才刚爆出十足木红彩病毒入侵 是虾仁饭没问题吗 台南市长黄伟哲20号 也赶紧前往养虾场了解各项防疫工作 虽然台南目前没有疫情传出 但市长还是要大家不可大意 更在受访时表示 就是这一句守住虾仁饭 让外界满头问号 更想问问市长是不是累了 因为虾仁饭的虾是野生捕捞并非养殖 我们的虾都是火烧虾 你基本上所有那个是养殖的 十足木红彩病毒 其实坦白讲是对所有甲核类 对所有虾子都会产生影响 经过一番解释后 原来市长会这么说 只是想要让大家知道疫情的严重性 并且多关注 不要 请呼他 借黄富奇谈谈报导